不好了,不好了,快起来啊! 哦... 接了! 军队先发之人! 在比赛开始不过五分钟... 照这个情况看来,今天的比赛应该会赢得很轻松 不,或许会赢得优胜哦! 那不好了的事情是什么? 我现在很困,有事就赶快说! 事情,我已经说完了! 你刚刚也看到了吧! 那个令人感动的金球画面,都是因为有我,你才看得到哦! 你特地叫我起来看球赛! 奇怪,打扰到你了! 那是当然的! 你不想想现在几点钟啊! 现在三点多啊! 半夜三点啊! 没人跟你一样! 大家的生活作型都很正常! 而且我早上还要起很早啊! 大家都是同一个时间起床的啦! 不要把你自己说得好像特别勤劳一样! 不要在这里啰哩巴嗦的! 赶快去睡觉! 不要!我想要看世界杯! 反正老姐你都起床了,那就一起看吧! 五点左右就会结束了! 什么? 为什么连我也要熬夜啊? 哎! 你们大半夜在吵什么呀! 妈妈你也真实的发出那么大的声音! 很大的有变故就够了吧! 妈! 吵死了! 总而言之可以安静一点嘛! 我明天一大早还要开会呢! 对了! 姐夫你也一起来看嘛! 现在踢得正精彩哦! 哦! 是世界杯啊! 这么说来今天好像是日本战啊! 不行啦! 熬夜去公司的话会没有办法好好的工作啊! 只有一个晚上没差吧! 姐夫还那么年轻! 不对! 最近她的体力很明显的有急速衰退的绩效! 而且还可以用眼睛看出她的老化程度! 这么说来学变的情况好像也不是很好哦! 就是说呀! 你为什么会知道这种事啊! 姐夫! 你今天这场比赛没看的话就亏大了! 不管是你公司的同事还是你的老客户! 他们一定都有在看! 如果到时候你不觉得插不上话很丢脸的话 那也没插啦! 是没插啦! 反正平常就已经丢脸丢很大了! 你不要说我丢脸丢很大好不好! 可是的确是这样欸! 最近不管走到哪里看到的都是跟世界杯有关的事! 今天我就来看个现场转播! 那我也要来看! 你给我去睡觉! 人家也想要看一幅照杯嘛! 你不是F照杯! 是世界杯! 小孩子! 你快点我去睡觉! 算了啦! 偶尔看一下没关系啦! 哦! 今天的爸爸特别的温柔啊! 我或许会爱上爸爸! 嗨! 你躺伤了我可不管哦! 这拿你们没办法! 丑话! 我可是说在前头哦! 进去大胜加油! 还有跟着起后哦! 知道吗! 小心! 哦! 你们也是! 哦! 知道嘛! 哦! 好了好了! 晚安! 哎! 哎! 怎么了! 小葵! 哦! 现在在对方的区域发边界球! 哦! 哦! 好帅哦! 哦! 哦! 这个长得也不错耶! 足球学生里面的性能比例还蛮高的嘛! 哎! 你不是要去睡觉了吗? 哎呀! 我看一下就好了! 啊! 不要转太台了! 对对对! 那个人! 那个人! 看看不早! 比赛了! 啊! 上半场终于接近结束了! 日本队能不能守住这一番啊! 上啊! 就是那里! 超级动画金刚! 上啊! 就是那里! 当个灰尖色鸡! 为什么那些学手照出来都只有豆子大小啊? 什么? 应该要再放大一点学手们的脸才对啊! 啊! 你问我我问谁啊! 对了!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 想吃自己去厨房拿啊! 哎! 我去! 谁叫你想要吃东西吗? 什么嘛! 什么都没有! 啊! 啊! 怎么了! 哥哥怎么了! 刚刚找到一个长得超帅的人的脸! 哎呦! 上半场到此结束了! 日文队! 要在一分领结的状态下迎接下半场! 现在进入中场休息室! 上半时间! 哦! 香草茶真是让人放松心情啊! 不是香草时间! 是中场休息时间! 哦! 哦! 姐夫啊! 你要不要趁这个时候去抽上面点东西啊! 真是拿你们没办法! 我也有点饿了! 就跑一趟好了! 你说什么! 啊! 啊! 在波动啊!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呢?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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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半夜里还有这么多人在超商! 哎! 还有冰淇淋! 可是不快点回去的话足球就要! 哎! 我知道了! 哎! 原来大家都跟我一样啊! 我回来啦! 啊! 哎! 比赛怎么样啊! 啊! 啊! 你回来了 为什么你们会在看动画 为什么这个时间会有动画呢 因为很稀奇啊 哎呀 居然错过了最关键的时刻 我们来加油服回来 大家一定要一起为日本队加油 哎呀 好丁烈的动作 天后防守战云 然后船叫中央 可是被拦截了 怎么样都不让日本队传过去 传过了传过了 这位队一定会走下来的 加油日本队 闪过一个人下门 好危险啊 就差一点点了 最后的机会 再发一次救球 会停电话 上上啊 上门 太好了 比赛结束 干得太好了 日本队 赢得真是太漂亮了 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还好我有看 我就没有这么感动了 已经五点多了 老公 结果你还是熬夜了 今天要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呢 当然还是要去公司啊 今天早上有很重要的会要开 你如果现在去睡的话 等一下是绝对爬不起来的 只好不睡 直接去公司 我要睡到中午再起来 我也要睡到中午再起来 我也要睡到中午再起来 晚安 晚安 这个大点早餐吧 我们未来的方向呢 抱歉 从过去的现在看来 一定是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的